你在中国那么久了 你觉得中国南的和乌克兰南的有区别在哪里 嗯 区别在哪 对 有区别吗 你觉得 一定有区别 如果你找老公的话 你喜欢是找乌克兰的 是想找个中国的 这个我也觉得比较难说 看缘分是吧 看对 就是看缘分 我也不知道老公会是谁 是中国人还是非洲人 还是乌克兰 但是你在另外那个视频就说了 就是说也许中国男朋友呢 是吧 嗯 中国的男朋友也可以啊 中国的男人非常好 我觉得中国的男人特别特别会就是照顾女孩子 哦 是的 是的 你看中国男士你们听到了啊 你们要要好好照顾人家女士啊 他没有碗的吗 他只有一个盆子没有碗的 吃饭的碗 应该有啊 忘记了是吧 不是这个啊 啊 应该 这个是这个 这个就可以了 你知道在中国吃饭的地方都有个碗 对 就是有那个小碗 对 你要是这样啊 算了吧 我们就按照乌克兰的吃法吧 那祝你好 我一口那个乌克兰语怎么说 或者是俄语 俄语的话是 但是我觉得 太长了 乌克兰语会好一点 好 只有一个词 而且发音也比较容易 啊 请说 smach no ho smach no ho smach no ho 啊 对 挺好的 弟女做的很厉害 可能我又忘记 这是大份的吗 反正我们听的是大份 多吃点 好 我一天都没好好吃饭了 今天一天都没吃饭 看这个怎么可能 这个 这个 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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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第20 好的 馒头 特别喜欢 发音和野蛮的蛮一样 嗯 这馒头是最容易做的 就是发好 面发好 然后蒸就可以了 嗯 嗯 嗯 这比较好 嗯 情况 我觉得如果是你 你想找一个中国的男朋友 有非常多人追你 肯定 对 肯定有非常多人去追你 真的 你看 嗯 那中国的男人 一般怎么追女孩子 我也不知道 哎 你怎么就不知道 你不就是中国的男人 哈哈 哈哈 应该各有各样的追法吧 嗯 肯定会想出很多点子的 倒是给你惊喜就可以了 嗯 惊喜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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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人家长一个比你大 两三岁四五岁的稍微有一点点经济基础的可能对你更好一点 嗯 嗯 嗯 因为我觉得生活并不是说感情还要有一点经济基础之后 嗯 才好我认为啊 对 因为我是过来人我知道 嗯 光是感情不够 嗯 嗯 因为我们毕竟生活之后有很多柴米油盐的事情 嗯 我觉得这么说 有可能我比如我喜欢上了一个男的有可能他现在就是经济情况也不是特别好 但是他是非常努力的 对 就是有上进心 对 他有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他想得到什么 对 有个词叫潜力股 潜力股 对像买股票一样是有潜力 potential 有潜力 对就是有潜力 嗯 这样就挺好的这样就 我无所谓 对他有没有钱 只要是努力 因为我觉得男的最重要的是 他是一个努力的 而且对我好 对 因为他要是有钱 但是他特别懒 对也不好 那就费了 所以所以你不喜欢富二代 不喜欢 哈哈哈 努力的富二代 努力富二代 有这样的说法吗 应该有 嗯 应该可以 对 因为我问的是因为就是富二代 富二代听见了 如果你努力的话也是有机会的 必须努力的 嗯 嗯 男的女的都是都是要努力的 而且对你父母也好是吧 嗯 那是必须的呀 哪哪哪呢 嗯 嗯 我觉得我们频道肯定很多网友 他特别喜欢你 因为我已经看了很多个说你很漂亮 而且汉语又说得好 又喜欢中国 就是很好的条件 喜欢我特别喜欢 嗯 特别喜欢中国 特别喜欢 汉语 我觉得中文这种语言特别 博大精深是吧 嗯 就怎么说 很好听 就是像一首歌一样 嗯 就是真的 我是我我用中文说话 我觉得挺舒服的 我不知道怎么怎么描述 这种感觉 可能你前世就是一个中国人吧 也行 因为我们在中国是受佛教的影响 所以很多人是相信前世 也相信来生 像投胎这样 就是说你前世可能就中国人 嗯 特别喜欢 嗯 嗯 真的中国是一个很独特的国家 嗯 你去中国之前和去中国之后 对中国的想法有改变吗 去中国之前你的想象的中国是怎么样的 嗯 因为就是我是学中文的中文就是我的转业 嗯 嗯 所以你比较了解 对我去中国之前 老师们朋友们都跟我讲了很多 我差不多就是 嗯 就心里已经就准备好了 我会看到什么 我会接触的什么样的 对 什么样的人 嗯 这个国家是怎么样的 嗯 就是气氛什么样子的 然后就差不多我到了中国 我发现对真的差不多大家跟我说的是一样 对跟我看到的是一样的 所以你去没有什么文化冲击 嗯 怎么说文化差异还是还是很大的 但是文化冲击冲击 对冲击跟冲突是不一样的吗 冲突有点一样但冲击是一种 哎呀我怎么解释 哈哈哈哈 就是冲击就是一句啊 这样好像很多一下冤过来一样 嗯 你好像一下接受不了的一样 那种叫冲击没有 没有这样没有接受不了 嗯 然后这样就想一想 我知道中国第一个影响是什么样的 想想起来 哈哈 你当时是在北京下飞机吗 对在北京下飞机 然后在机场 是哪一年 2011 15年吧 就是四年前 就是那个乌克兰颜色革命之后 对是我第一次去的中国 嗯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我 我的飞机当时是晚上 不是大概半夜就到了北京 啊半夜就到了 对 然后我我当时还想个 那个快速的那个火车 我忘了就是 它是跟机场 还有跟那个城市是连着的 半夜可能如果不超过12点还有 嗯 叫机场快轨是吗 嗯 对好像是 机场快轨 但是我大的时候 已经已经下班了 对对对没有了 然后我就知道我要等到大概 早上6点 对才有 然后我就在机场的睡 就机场的睡 我也没睡 我一直在找那个网络 因为我要联系我的父母 我联系我的朋友 就跟他们说 我们的飞机已经落地了 对然后就让大家放心 嗯 就差不多 对然后6点 大家开始上班了 我就 我就 对我就离开了机场 没有人去接 就是你一个人是吧 我一个人 对 我当时是一个人去的 后来你就坐机场快轨进市区 嗯 对然后市区 然后我坐地铁 因为我当时我还从北京 我要去济南 嗯 对 你要坐高铁去 对我要坐高铁 然后当时我得坐那个地铁 我到了火车站 就在那边买了票 北京有几个火车站 你是到北京站是吧 我忘了 我我忘了 我当时就是连着地铁 就是离离那个地铁很近的是吧 我 你从机场下车换地铁 没有几站就 就到了那个火车站吗 我 如果是就是北京站 你肯定是东直门上的车 他就忘记了 我正忘了 对 正忘了 我记得我当时我就是还在飞机的时候 嗯 在我旁边坐着一个女孩子 就是中国的女孩子 嗯 就告诉你 然后就是我们说话的 然后他问你要去哪个地方 我说我要去济南 然后他就 那个 啊不是在飞机 他在飞机只是知道我要去哪里 然后我们到了那个 我们的飞机落地了之后 我们 那个 嗯 就那些海关的那些手续 对 然后他打开了这个手机 他帮我查了 嗯 就是哪个火车站 可以去 到济南 对 可以到济南 嗯 然后他就告诉我 我要 我要去哪里 对 我就这样 对 我记得 当时那个女孩子 啊 他还给我了一些零钱 跟你买 嗯 买地铁票 对 就是为了地铁票 因为他说 我想想要是就是在机场那个排队 什么的 就是会 很多人 很多人 对特别麻烦 换钱是吧 嗯 对我当时其实 因为我在济南已经准备好了 我也去了铁票 我也换了 把那个铁票换了人民币 啊 在这边换了 对在这边换了 我其实有了 嗯 嗯 但是那个女孩子就特别特别特别 她很好啊 对很好 所以你很感动 对她好像比较感动 她听到我是你一次去中国 她还给我用一些钱 我不知道 她有可能看到我 哈哈 所以我就向你问问好 哈哈哈 对差不多就是这样 然后你直接从北京就去济南 没有在北京玩 没有 没有 特别特别想去 我都还没有去过济南啊 哈哈 我没有去过 啊 济南是全城 对 嗯 北京是必须要去的 嗯 后来你去了吗 没有 没去 没去啊 没去旅游啊 嗯 嗯 其实好几个城市去过 但是北京没去过 哎呀 哈哈 嗯 嗯 确实出过意义了 一定要去 对 因为北京它是 中国首都啊 还有很多那个历史的东西 很多年生古迹 对 嗯 还有长城 嗯 嗯 好漂亮 嗯 希望最近有一段时间就有去中国的机会 我觉得我就去 嗯 嗯 如果 一定有 如果去中国你提前告诉我 那我也可以飞回去 哈哈哈 真的 嗯 然后到时你就可以去我的家 先去我陪你 转一圈 对 嗯 嗯 嗯 在想什么时候会有机会去中国 而且如果是去南方啊 去南方最好是 国庆节之后去 那时候的天气最好的 因为不热 马上去国庆节了 对就是明年国庆节也可以啊 嗯 因为如果是你现在去还是比较热 或者是夏天去太热了不好 很多人 对啊 我就是国庆节过后 就是国庆节过后 就是因为那个很多人 不好 就是人山人海的原因 不是吗 也太热 最好是国庆节过后 就高峰期过后去之后 南方 不太热 我在中国的时候 嗯 嗯 我的一个朋友 他当时 就是国庆节 我们是不是要放假了 嗯 嗯 然后 好像是 一周 还是更多 一周 对大概一周的时间 还是更多 我们 然后那个朋友 他跟自己的 几个好哥们儿 他就去了北京那个长城 他给我拍了一个视频 就是 全是人 对像就是三飞地铁 比较那种 对 就是 集满的那种 但差不多 也走不了路 很多很多人 我当时在看 我 我看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 这个是不是真的 是是不是这么多人 肯定是 因为我也看到过 嗯 而且他们如果不知道 他们肯定是去巴达岭 巴达岭是一般外地游客去的地方 对 应该去其他地方 比如说牧田玉啊 金山岭啊 这种长城 我最我最想去的是 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叫什么 就是 长城就是 靠海的那种 对 对对 也有 靠水库的也有 那那这个地方叫什么 呃 就是这段 长城的那边 靠海的应该是山海关那边吧 啊 但是还有一段是水库的也很漂亮的 我有一天我看到了 我的一个朋友 也不是我的朋友 说这个朋友的朋友 嗯 然后我看到了他的照片 嗯 他牌子是对 就是长城 然后他下面是水 嗯对 就是那水库 啊 我觉得特别是最好的 我特别想去那边 下次去的时候之前可以做的功课 很容易 因为 嗯 我也有朋友在北京 因为我原来在北京读过书 是吧 对 北京一定去的 最近就要去 哈哈哈 我几千块告诉你 一定得去 对说好了 去去去去中国就几千高兴了 哈哈哈 真的我觉得桂林也值得去 桂林不 嗯 要去乡下 因为乡下更美 比城市更美 嗯 我觉得这个菜不错 不错吗 嗯 周朴的菜系是我的最喜欢的 嗯 乌克兰什么有名的菜吗 嗯 红菜汤吧 你知道吗 这个 听说过但没吃过 还有我们独克兰的饺子 我觉得特别好吃 啊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你们的饺子 它是有土豆泥的是吧 有很多 有放土豆泥的 有有 我吃过非常好吃 它是用洋葱 把它煎好 洋葱跟土豆在一起 对 它有一些就是土豆跟蘑菇在一起 嗯 它也很好 我觉得我开始煎到时候 我以为是中国的饺子 我在火车 我坐过你们的火车 然后呢到一个小站 嗯 有人在卖 我看是饺子 嗯 我以为是中国的 后来我买了一份 上来吃 它是土豆泥的 嗯 对对对 但是非常香 它就用洋葱 把它煎过之后 对 然后再煮特别香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很 我很喜欢吃这样 嗯 我们有很多种 呃有一种 就是 就是我觉得我们德国克兰的饺子的特点就是我们还会做那种甜的就是里面带一些水果的水果的水果的夏天的时候对这样做的但是我们嗯就是当甜点嗯当甜点吃啊对但甜点吃比如可以放那些草莓啊或者樱桃啊就也挺好吃的其实但是我很多我的很多中国的朋友觉得比较奇怪呃她们好像 不太喜欢吃嗯对理解不了我们这样的口口口味 但是我能理解因为我可能我在这边生活很久了 嗯 我觉得挺好吃的 对有我们还带那些蔬菜的白菜也可以做的 嗯 蘑菇对 土豆 还有肉的肉也对 所以说人类还是有共性啊 你看乌克兰其实以前跟中国肯定没有一点点 但是呢乌克兰他有自己的饺子 中国也有饺子 而且差不多一样 就说明这个人类还是有共性 你看乌克兰 收到洗女计击